因為柯文哲最近的動作就是包括去忠烈池秋季 四億年來第一遍 所以人家說你現在是要唱這些票 再來是提供五萬個職缺 總共一億五千萬 給退休的公教 再來他要去看老農民 現在又要再努力 再給他恢復 早上請教一下 你是台北市議員 為什麼他現在努力 當然要欠銀法族的票 所以我認為當然選舉要拋出越利益多 銀法族的票就那個什麼 從養敬老金把他恢復 這個就是重點 但他打死不願意承認他政策的錯誤 如果政策的錯誤他民主掛不住 不要覺得他過去這樣 政策的錯誤有可能發生 所以現在他要補這塊的票 但他很清楚他缺乏這塊的票 可是他銀法族好像搶的都是比較藍軍的銀法族 所以他現在還在補 除了銀法族以外 開始補一些所謂的藍軍的選票 他知道說漸漸他就要作為 現在其實令人選票有回歸到楊文智身上 真的嗎 有回歸了 因為坦白講 楊文智要真的去爭取藍的選票很困難 但是他今天要換回 基本嗎 基本上會比較容易一點點 所以柯文哲會爭嘛 其實三個民調都很接近 很接近 柯文哲一直往下調 我在講大家會覺得說我講不客觀 你笑什麼 至少柯文哲 你笑很好 這個局勢很好 民調是往下調的 所以他會怕嘛 你現在大雄一年輕的選票 基本上投票率會比較低 對 這歷史做的民調也好 或是投票行為來看也好 所以他的票還沒這麼固定 還沒這麼穩 那綠營的回歸姚文智有多少 我想基本上如果過去以來 大概還有一半留在柯文哲那邊 差不多一半以上 那現在應該他一半一半 有一半應該回來了 才一半而已 但是我覺得說大家為什麼 為什麼留在那個地方 是大家怕說 那我不要讓藍軍當選 大家認為說你柯文哲比較強 我要讓柯文哲當選 與其柯文哲還比丁手中好 那回歸一半 回歸一半你又講說民調大家 大家都很接近 那如果很接近 多少比多少 實際上的處理我沒有來猜 但現在我認為領先 為什麼你沒辦法講 因為他還是柯文哲 很精確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至少都二十幾% 對二十幾% 柯文哲也有二十幾% 柯文哲也有到二十幾% 到二十%左右 那丁手中大概還是第二名 柯文哲還是第一名 柯文哲也是二字頭的嗎 二字頭 他已經掉到二字頭 大家不要以為他有這麼用 因為二字頭了 但是你後來就說二字頭 我現在也做這個動作出來 對來說領先者 成因保態 做最小的變化 不要犯錯就好了 那為什麼在選前七十幾天 那柯文哲降的 高出這個東西 柯文哲降的是跑到 柯文哲那邊嗎 我覺得會跑到柯文哲那邊 因為大家會認為說 你就是跟落實大家的說法 好像你就是跟藍軍圍武 我覺得會造成這樣的印象 其實這個方案來看 我們問過這個副市長 也問過相關的單位 其實他們現在把限縮到變成什麼 關懷方案 你知道說想回胸 大概反彈 但你說關懷方案 那我說你是用的對象是誰 他說市政府退休的員工 所以你不是市政府退休 還不能享受這樣的福利 所以他慢慢越來越限縮 越來越限縮 所以這個案子到最後不見得 真的會實施 搞得是無疾而終